兵部作为封建王朝设置的中央六部之一 相当于今日的国防部 其长官为兵部尚书 兵部又称下官 为什么叫下官呢? 古代的六部尚书被称为天地双官和春夏秋冬四官 因为古代中国宇宙观念认为 天地之间存在着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元素 每个元素都有其独特的属性和特点 古人便与政治相挂钩 将六部尚书与这六大元素相对应 代表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不同职能和地位 比如说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被称为天官 因为吏部被视为与天子关系最密切的部门 因此称为天官 互部尚书被称为帝官 因为互部尚书管理国家的财政和国家的土地 与人民息息相关 与国家土地紧密相连的部门 因此称为帝官 礼部尚书被称为春官 因为礼部尚书负责国家的礼仪 祭祀、外交等活动 通常在春季举行 因此称为春官 刑部尚书被称为秋官 因为古代的犯人一般都是秋后问战 因此称为秋官 公部尚书被称为东官 因为公部尚书负责工程建设和国家基础设施 冬季是适合进行修建工程的时候 因此称为东官 兵部尚书被称为下官 因为古代战争通常在夏季发生 所以称为下官 兵部 作为封建王朝设置的中央六部之一 最高长官叫兵部尚书 又称为大司马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国曹魏时期 但是当时不叫兵部尚书 而叫做武兵尚书 因为曹魏的部队分为五兵 分别为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 作为这五种兵的最高领导 就是武兵尚书为最高军事指挥官 到了隋唐时期 三省六部制的建立 兵部就成了尚书省下面的六部之一 主管军事 并确定尚书为兵部主官 侍郎为兵部次官 侍郎又分为左右两人 后世一直沿用唐朝曾一度改名为 私戎、武部等 不过后来复明 此时的尚书令相当于宰相 向如今的总理 兵部尚书相当于如今的军委副主席 兼国防部长 唐朝时期 兵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三品 到了宋朝 鉴于唐末和五代军阀割据乱局 为了遏制兵部权力 建国以后 基本国策是重文义武 增加了负责军事的书密院 武官选拔及军政全部归书密院管 兵部本部就只剩仪仗 无举考试等作用 兵部尚书基本就是个贤职 没有实权 兵部尚书的官职较高的时候 是明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 明朝的兵部尚书是正二品 清朝是从一品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 直接把丞相给废了 由他自己直接管辖六部 六部的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随着水涨船高 兵部尚书的官阶上升为正二品 但是朱元璋同样担心兵部拥兵自傲 伟大不调 于是他又设置了五军都督府 负责统兵打仗 而兵部尚书只负责管理军官的升迁 伙食标准和装备等等 并没有权力调动军队 因此在明朝 五军都督府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 而兵部则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 两者互不同属 互相牵制 明朝还有个特殊的情况 南京是明朝初年首都 永乐年间 朱棣迁都北京以后 南京作为陪都 一直保留了六部 督察院等一整套 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 但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等决策人物 都在北京 所以北京的六部等衙门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 南京各衙门多为虚贤 公务清贤 是官员养老的地方 但是在南京参赞机务的兵部尚书 却是非常重要的岗位 大权在握 到了清朝时期 很多制度承袭了明朝 因为清朝初期大权 尤其是军权还是被义政王大臣会议牵制 所以到了雍正时期 因为要频繁对西北用兵作战 为了处理政务方便 又设置了一个军机处 从此之后 兵部甚至是内阁的权力都被架空 尤其是兵部 俨然成为单纯的政策执行机构 尽管如此 作为帝国军事机构名义上的最高长官 兵部尚书依然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存在 属于从一品文官 然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大清 兵部尚书的人数竟然远不止一人 有时竟然多达十余人之多 那么是什么造成此种情况的存在呢 清朝时期 满族统治阶层 出于对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汉族 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将朝廷兵部尚书一职 分设为满族和汉族两位大臣担任 而这种满汉双配制度也是不平等的 满族兵部尚书 才是真正掌权指引的 而汉族兵部尚书 更多的只是负责具体事务的执行 可以说只是个清廷的高级工具人 除了尚书以外 兵部的左右两位侍郎也都是满汉分社 这样一来 兵部的领导班子 就出现了三直六人的现象 清朝满族统治者 对汉人的戒备心理也可略见一斑 此外 清朝延习明朝旧制 在陪都圣经 仅辽宁沈阳也设置了一套中央部尾班子 其中包括兵部 不过圣经只设五部 而没有吏部 是因为阉割了陪都的人事权 不过圣经的兵部却没有上书 只有侍郎主持工作 而且只有一名满人充任 同时在地方 很多总督同时拥有兵部上书头衔 明朝时期 总督并不常设 也并未形成完善的制度 到清朝时期 总督正式成为正二品的地方最高级军政长官 一般管辖两至三省 可谓上马冠军 下马冠民 权势很大 从康熙时期起 为了提高总督的地位和待遇 开始给一些资深或受宠信的总督委任 以兵部上书头衔 比如与侍郎一起收复台湾的福建总督姚启胜 以及被称为连历第一的两江总督与成龙 都被授予兵部上书头衔 而这些人的官品 则也随之对应地升到从一品 到了清朝后期 随着战事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总督开始步入此行列 比如曾国藩 以两江总督领兵部上书衔 张之洞则是以梁广总督领兵部上书衔 而李鸿章更是后来居上 直接以直立总督领大学士衔 进入了正一品行列 之所以给予这些总督以兵部上书的头衔 首先在于清朝对于地方事务的重视 对地方大员进行笼络 这些加兵部上书头衔的总督 不仅可以在官品上得以提升一级 更重要的是 它不仅再指示地方大员 更在中央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这套笼络人心的手段 也并非清朝首创 其可以追溯到唐朝晚期和五代十国的史相制度 当时 朝廷为了笼络一些手握重兵 实际已经军阀化的节度时 特意赐予其同平张氏的头衔 比如五代后梁太祖朱温 十国杨吴 奠基人 杨行蜜等一代萧雄 都曾做过唐朝的史相 其次 也便于优化作为文官的总督和地方五官之间的工作对接和品级对应 清朝军制类似于北宋 以晋军为中央军 以湘军为地方军 大清以八起军为中央军 驻房京师和其他要地 高阶长官称为将军 为正一品 以陆营军为地方军 主要驻房各省 高阶长官为提督 为从一品 总督尽管手握重权 但不过是正二品 仅仅和总兵评级 与将军 提督根本不能对等 而加了兵部尚书头衔 则在品级与提督评级 也缩小了和将军的差距 这样一来 优化了双方的品级关系 便与双方的交往联系 二来作为文官的总督 也能以兵部的名义和高级武官 在军事上进行工作对接 清末随着太平天国 缅军等一军纷纷兴起 加之八旗和鹿营都腐朽不堪 无力枕压 于是被迫允许一些汉族地方实力派 招兵买马 自建武装 比如曾国藩的湘军 李鸿章的怀军 左宗棠的储君等等 而给予这些总督们 以兵部尚书头衔 也就让其有了兵部的名义 可以名正言顺的招募军队 如此一来 清朝的兵部尚书就会有好几位 甚至十几位之多 从理论上说 朝廷兵部的那位满族尚书 才是掌印拿权的 汉族尚书是具体执行的 至于众多领着头衔的总督 则只是享受其职级待遇 和借助兵部的名义开展工作的 但到了清朝后期 随着汉族大员的崛起 特别是其手上掌握了强大的军队 这些领有兵部尚书头衔的 封疆大力的实权与日举增 开始逐渐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 而朝廷的兵部地位反而不断下降 权力不断减弱 到了1906年 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施行改革 兵部也被改设为 更适应时代发展的陆军部 从此 兵部尚书这一位职务彻底成为了历史 兵部尚书这个职位 出现过很多著名人物 比如唐代李世民手下的干将杜如慧 李靖 侯军吉 和平叛安史之乱立下功劳的郭子怡等 宋朝时期的欧阳修 明朝时期的于谦 以及袁崇焕 石壳法等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最后一任兵部尚书 吕海桓 他主持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清朝灭亡后 民国政府继续让其负责红十字会事业 这也是此位末代兵部尚书 留给历史和后人的一段佳话了 总之 古代的兵部尚书这个官衔名义上似乎是最高军事指挥官 实际上处在不同的朝代 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